接下来张强将带我们去青藏高原上 去看白纯路 顾名思义那是一种很美的动物 嘴唇一圈是白色的 被张强的镜头捕捉到了 来一起来看东方神路 这段路非常的难走 雪非常的滑 下山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在高原上我们要慢慢的去行走 不能跑得太厉害 因为我们的呼吸非常的急促 越往山上走 呼吸越急促 刚才看见了一只白纯路 大脚非常的好看 我们在寻找雪豹的途中看到了白纯路 大概有五十多只 非常的壮观 白纯路是群居的动物 生活在海拔三千到五千米 喜欢在林间空地中活动 你们看 他们现在在休息 还有的在吃草 公路有很大的角 仔细看他们的嘴 那里有白白的毛 能在路途中看到群体这么大的白纯路 是非常难得的 好美丽的生灵啊 每次看到路不管是哪一种的画面 都觉得我优雅都不得了啊 怪不得多少万年前的古言画上经常是路的形象啊 好美啊 听 请问白纯路只生活在中国 这样的描述是真还是假呢 行 想 大 帅 加妮 稳住 稳住 也许她直接就把自己弄三了 稳住 加妮 这她胆太大了 是不是要我稳住啊 来 你也稳住 紫谦 紫谦 来 告诉我是真还是假 假 假 锁 锁 定 答案 刚拍到五十多只白纯路嘛 然后呢 他们是在这西藏一块活动 所以我觉得既然长了四条这么美的腿 何不多跑跑 多看看 隔壁这么多国家 溜达溜达 如果你强调你说真还是假 真 白纯路是中国的特有动物 到底是何人家 五星口那个 你你你 人生的路还长 不至于 如果她错了 宝贝 你就到第二位 你就晋级了 紫谦的判断是 做的 白纯路啊 确实很漂亮 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 你看那个脚超大 而且非常非常的宽 这是咱们国家特有的一种路 它主要就是生活在青海西藏一带 有时候甘肃南部啊 有些地区也有 但是的话呢 出不了中国 是咱们国家的特有的物种 谢谢 不是 来吧 对谢诺言 想到了 但对不起 你答错了 后退 一位 请不吝点赞 词尬 请不吝点赞 订阅